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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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你们山林上的野生柴壶 懂得挺多呀 秀娟 听你怎么说像个女郎种 行了 你别笑话我了 我哪有你们懂啊 薛 您猜一下 现在的野生柴壶卖多少钱一斤啊 那能有多少钱啊 药性大的 两三块 五块 有那么多 是啊 你不是想盖新房子吗 不是想让学成回来以后 住上新房子吗 把你们这儿药材卖到安徽去 很快就能致富 你也能当万元户 咋样吗 你说话呀 这倒是个挣钱的法子 不过不行 这国家政策不允许吗 分地那会儿 国家政策也不允许 那你咋敢呢 再说了 我们挖的是野生药材 没头没抢 就算是工商发现了 顶多就是个没收 你怕啥呢 可这么大老远的 怎么运到安徽去啊 有我呢 这么大老远的 我干啥来了 你这 你不是看奶奶吗 你是为这事来的呀 天地良心 我真是来找你的 也是来看奶奶 和有良叔的呀 咋样吗 学安 药材的事 是好事 现在村子里 大家都能吃饱了 可是啊 就是都是缺钱 家里有个啥事啊 谁都不舍得花钱 都死扛着 秦桥 林芝妹子 林芝 有事啊 林芝 秦阳哥 我跟你说点事 那成 秀娟 你先回 你先回 啥事 她咋又回来了呢 那人家来这儿办事 顺道来看奶奶吗 干什么事啊 冲你来的吧 你说啥呢 天顺叔 天顺叔 叔 你安徽的那个 那个赵秋娟啊 是 啥时候回来的 左儿 你回来咋是 不咋 回来看看 想大伙了 有啥需要帮助的 你指一声啊 行 秀娟 你跟那个许安 叔 我还有事 我先回去了 咱回头见 啊 那个赵秋娟回来了 县里完事了 她回来干啥 你小声一点 大家都知道 我叫你不明白 我得去办办 你敢去 你去大弄 人家告诉我 她就是看上秦宣安了 你能打的 秦宣安是 是我先认识的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秦宣安不愿意 你敢去 你去办明白 别 跟你打回家 打 好 忙了 快站这儿 秦宣安 田准叔 秦宣安 赵秋娟回来了 我看赵秋娟这个人呢 她不一般 这次她是专门来看你的 也是 也不是 那个 秦宣他们老家不是有个药材市场吗 说看上咱们这儿后山的北柴湖了 说咱们这儿的北柴湖啊 那质量要比他们那儿的好得多 那秦宣啊 回来想看看 能不能收点药材回去卖 卖药材 好 好 听上说 我听说人家那儿啊 叫的量还大呢 我想哪天啊 借大队部用用 把乡亲们都召集在一起 让秀卷给他们讲讲 这个药材啊 能挣钱 而且人家那儿给的价钱还不低 好好好 卖药材只要能卖出个好价钱就行 大伙兜里暖和了 比什么都强 对 你说要借大队部一用 那还是个事吗 雪儿啊 我就喜欢你这一点 这儿啊 装着大伙呢 对了 听上说 这要是人家那药材市场 要得量大的话呀 我还在想 就靠咱们采恐怕不够 你看能不能让各家各户啊 挪出点地来 咱们自己种药材 那能挣大钱 这个种药材 这个事还得想一想 你看啊 这个药我们都知道 还是衍生的好 你要是去种 一呢 它年数有限 第二个呢 你种出来 毕竟没有衍生的药材 你种那么多 谁来呢 你卖不出去怎么办 第三一个 大伙都去种药材 那是不是会影响大队的粮食产量呢 这我倒没想过 对 天上叔你说得对 还是你想得长远 没事 反正药材这个事 你 你也想想 我也再想一想 好吧 行 不说 我回来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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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忙吧 来来来 都坐下 都坐下 都坐啊 都坐 都坐 安静一下 安静一下 今天啊 我要跟大家伙讲一个 能挣钱的法子 啥法子啊 啥法子 那大家就听好了啊 我让秀娟给大家讲 好 好 是这样的啊 在我老家嘛 有一个市场 秀娟 是那个 上秀娟来讲 对对对 行 在我老家有一个市场 是咱们全中国最大的药材市场 我在那个市场上发现呀 咱们这生产的中药材 是最受欢迎的 所以我看了以后 我就想赶紧过来 把这个好消息带给大家 如果大伙儿 能到后山去采集药材 我跟徐安就安排订购 一定给大家一个好的价格 咋样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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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价格是多少钱 对 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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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咱这儿的野生北柴湖 是多少钱一斤呢 咱这儿的野生的 质量特别好的 三块多钱吧 我输五块 五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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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伙儿都出什么呀 是 那愿不愿意干啊 愿不愿意干啊 走 我那个 都剁着了 还得稳着点儿去 就这些了是吧 这些了 行了 行了 你们先歇会儿歇会儿 好好好 秀杰给咱们上西边去找货去 是不是啊 那边有北柴湖 很快就发货 等这批货又是到来 可是这个就你们 你 发了 发了以后怎么想干干啥 我呀 想去隔壁张苏看看 听说那边都放开了 哥哥富得流油 还行了吧你 还是先顾着眼前吧 现在这政策说变就变 我啊 打算先买台电视机回来 我瞧你点休息 海哥你呢 指定是把秀娟去回家了呗 那肯定是 你等我 讲活 你们都没干过了 这 再来帮一下 我看完 我看完 你废话 一二三 别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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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搭车吗 搭车吗 慢点 我能给鸡上了吧 我系着呢 放心吧 慢点 慢点 小心住手 对 小心住手 快点 回来了 还没睡 等你呢 咋样 那刘海海在电话里说 说咱寄过去的药 她一下子就给卖了 太好了 她说这药还能涨价呢 我给你介绍这路子好吧 好啊 太好了 像是天上掉馅饼 你是我的福星 我是你福星啊 那你咋谢我 那你说嘛 你说咋谢就咋谢嘛 你接下来呢 那家里还有两袋北柴壶 明天给它发过去嘛 那刘海要的药材 你都收起了吗 咱家不够嘛 明天我上邻村去收 这回啊 我得敞开了手 看吧你给卖的 就要是这么盖下去 这一年两年呢 我这能盖新房子 秋军 你说我是不是太兴奋了 我这眼皮子 咋老跳呢 你没睡好 不是吧 你别笑话我 我这是头一回啊 做这买卖 我这心里有点慌 咱收藥这事 不会惹啥麻烦吗 凭本事吃饭 惹啥麻烦 谢了啊 来 出事了 咋了这是 药材公司大门给封了 这 为啥 谁封的 工商的人 那不会把蚕豆招了吧 应该不会吧 咱也没做药材公司作战了 你懂什么呀 人家不叫他消息 能做动作吗 狗斗鸡 狗斗鸡是要判刑的 他再给你扣一个 违反国家政策的帽子 就烦了 那咋办啊 不好了 不好了 工商来了 工商来了 去哪儿人家 傻业 你好 靠门 快快快快 快 这 这儿 看着 这就是单身 活血 治愈 还止痛 还是你们那女人的病 玄 这挖药材 还真得你这样的专家呢 这么多一定能赚大价钱的 我们枫原村啊 这是一宝 再找找 看着 很高吉菌 这iod门 我的手 这心里的 快靠如此 劈态 跑 凌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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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门开开 凌桀啊 出了啥事 跟达说吗 又想好说呢 秦薛安跟那赵九九天天在一起 分都分不开 凌桀啊 打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那个秦薛安啊 你就别想她了 你越想她心里越不好受的 别说她了 别说了 凌桀 听她一句劝吧 人往高处走 谁往低处走 王芳元 那个人不错的 她不仅吃商品粮 她还是国家干部的 这是秦薛安她哪儿比 你爷给我替王芳元 你我们一个人见见行不行 爸 爸 爸 你哭一哭 我自己哭一哭就好 你哭一哭 晴迟啊 你咋了吗 人不坏 就是有小脾气 她心里有你爸 啥话嘛 她是我妹啊 你真的只是把她当妹子看的 你真的只是把她当妹子看的 是吗 那你就别让人家多想了 许薛 许薛 刘海 你咋了 不再咋了 来 起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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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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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啥意思啊 这几天哪 你就在家 把自个儿的东西啊 收拾一下 干啥 我在满堂叔那儿 给你弄了个建筑队的纸标 你去建筑队啊 当工人吧 刘海兄弟 咋回事啊 咋弄成这样 我是逃 逃出来的 逃出来的 为啥呀 为药的事 现在说是什么投机 你 钻控的什么的 搞投机啊 搞投机 那这事大了 投机分子要给抓起来 得判刑啊 是 现在抓得特别严 你知道咱们那个 安徽那个卖瓜子厂长吗 抓起来了 说是要判死刑 那 这咋办呀 刘海兄弟 我们记得那批药 你收到了没有 我还敢去看药呢 你真逗你 苏隽 苏隽 你赶紧地跟那个 家里面联系一下 探一探安徽的风声 要是货到了安徽 人家要顺藤摸瓜 会不会摸到这儿来呀 那要是来抓咱们 是不是这儿也不能带了 咱们也得逃啊 那得跑啊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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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海兄弟 你先歇两天 让秀娟啊 先打听打听消息嘛 对了 这事啊 只有咱们仨知道 别跟我打说 那警车开得怎么这儿来 怎么警车开得怎么这儿来 爸 中安 王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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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主说 这下我麻烦你了 你说 控制个人 谁犯事 安徽工商稷查的协查通报 安徽有一个投机分子 叫刘海 他有可能住在你们村齐宣安家 这个案子 秦宣安也有可能涉案 涉嫌搞投机 这个是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我 你赶快快 这都是保密的事 保密保密 你跑到这儿干什么呢 你 你刚才说说说这个什么 程海儿的这个人 我怎么不 不知道这个人呢 不是程海儿 是刘海儿 刘海儿 文力道 对 刘海儿 大海大海 对 泡茶去 不是 你坐会儿 你坐 我跟你讲 你要泡这个案 我是一级组织 我得配合你啊 不是 我跟你讲 这任务紧急啊 不是 我是 我好长时间没见见呢 我也特别高兴 您您您坐 您坐 轩哥 轩哥 咋了 说公安来抓人了 说是搞投机 现在人在大队部 天顺叔拖着呢 你就是那个刘海儿吧 都是你惹的货 你们赶紧走吧 刘海儿 带着绣绣赶紧走 是 快快快 快来 干 你 那你呢 你不走吗 我不走吗 你不走我也不走啊 你走啊 走啊 还不急了关了 走 都走 答案 我不能走吗 我惹的事我担着 那我走了 天顺叔替我担着 你糊涂啊 你不想 你坐了楼 你奶奶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你担得起吗你 拿着 走 走 快走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 想跑 谁都必须走 你干啥啊小姓 小姓你 你走开 你干啥 你跑了 跟全村人怎么交代 跟我搭怎么交代 我搭跟公安怎么交代 张小姓 你干啥呢嘛 我跟你说 是你搭叫我来的 张屁 我搭绝不会说出 这种无法无权的话 行了 别吵吵 小姓 我不走行吗 你让他们走 留开 带小姓赶紧跑啊 不行 不能走 别走 不能走 你干啥 你干啥呢你 赶紧赶紧走啊 我来啊 休息 我让他们走 我去选坐牢 他 这啥话嘛 要坐牢也跟我去 快走 不走 不走 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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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我干啥呢 你打我干啥呢 打 你打 你打死我算了 你打 我这样打 你不打死我 你就别出这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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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长脾气了 你委屈了是吧 我就是委屈 那你说 你委屈什么 你不就是嫌我 拒报了秦旭安吗 什么相立相亲的 什么咱们家 欠他老秦家的人情 这么多年 他秦旭安做事 啥时候想过咱 啥时候想过全村的老秀 还带头分田分地 搞得乱哄哄的 现在又嘲嘲地收尿材 都是你护着他 现在出事了吧 郭元军找上门来了吧 过几天他就成通缉犯了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护着他 他把天都要通破了 所以你要拦着秦旭安 让公安局去把他抓住 这是人做的事吗 我不拦他 我不拦他 你咋向公安局交代 他要这么一跑 那些已经收上来的药材 都已经发到安徽序了 这钱赚不回来 咱咋向全村父老交代 别人可以来 你不行 因为你是我张天叔的儿子 一 一 我老张家不能干这种事 第二 他大积有良 替我坐过多年的牢 咱不能恩将仇报 大 那您咋 你是让我替他去医院坐牢是不是 我跟你讲咱家不欠他们的 咱欠他们家的人情 是这辈子都还不清了吗 还得去还不清 不是你说了算 那你还非要让我 给他秦旭安坐牢是不是 我真是怀疑 我到底是不是你的亲儿子 我算是看明白了 我在你心里 永远都是那个 扶上墙的烂衣 他秦旭安 永远都是你手心里的小姑姑 好 好 我在这个家 不是爱您的 就是爱您妈 我舍不起 我躲得起 这个风云村 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我走 我走该可以了吧 来 请让一下 让一让 让一让 别烫着 让一让 你说这 卖点中药材咋就是搞投机了 这还成了逃犯呢 都是我把你害了 关你啥事吗 刘海呢 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我现在别的不担心 我就担心我奶奶和我大 你说咱跑了 这乡亲们为了要钱 去找我奶奶我大闹 这咋办 这钱啊 一定要给人补上 这刘海气死人了 哎呀 也不关刘海事嘛 大不了这钱我回去还 就是现在不知道 乡亲们会咋闹 小军 要不咱下一站下车回去算了 那肯定不行 好不容易跑出来了 你要是回去 肯定要把你抓进去的 现在大伙儿一时有误会 以后等咱不用跑了 再把钱还上 这车不知道是上哪儿的 去北京的 去北京的 那好啊 北京那么大 估计一时半会儿 人家抓不着咱们 我弟还在北京呢 我还没去过北京呢 我也没去过 没想到是这么去的 我弟来信说北京可好玩了 真的 嗯 那北京都有啥 天安门 那个 查骗了 查骗了 这咋办 你跟我来 我可不是第一回了 快来 快来 人哪 咋就能不见了吗 等啥呀 天安门 啥性质的问题嘛 搞投机 而且是夸生犯罪 证据确凿啊 公安局都抓不住 我又咋办 有人给我反应过 说你处理问题没有原则 我不进 今天我是看见了 我信了 我信了 不是 要咋办 你咋办 咋办 职键 你咋办 我们把他批了 真的 还要万一 你不疼 这就没办法 我再来 大目啊 大目啊 你怎么没有 你别把什么烂账 都算在我们红原村上 那这样说的话 咱就不干了 秦宣安的案子 是咱们镇上最大的案子 你说 不管还是不管啊 高主任 秦宣安这案子 你又不是不知道的 秦宣安做的这些 能那么简单的 是好是坏吗 你说我嚷嚷什么呢 我说句实话 我这一肚子气 我都不知道往哪儿出呢 大家 都来了 我知道你们要来 是来找秦宣安来了 秦宣安又让大家不省心了 也不知道是老天爷 惩罚我们亲家 还是秦宣安的命不厚 这咋一个男 接着一个男子 妈 卡 是这儿 秦宣安跑了 她打我还在 虽说 我亲家没啥 你们看上啥拿啥 大不了 这房 拆了都能成 好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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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 奶奶 我们不是来找秦宣安算账的 奶奶 有梁叔 我们枫园人不是那样的人 你们对大家的好 大家都记在心里呢 对呀 是 您就是咱村的老祖宗 有梁叔 您给大家看病 您就是我们的活菩萨 徐晗哥就更别提了 你说这些年为了给大家分地 都进学习班了 还有 只要有赚钱的事 不都先想着我们吗 我们不聋 不瞎 我们 我们好赖 江筹我们分得清 老沈子 有梁啊 咱们凤原村的人啊 平时可以为一块好地打破头啊 可是啊 我们有我们的德行啊 德行 德行 到底行不行 得看世上 我们知道 咱老秦家现在遇到事 可我们更知道 那薛安呢 他是为了我们卖药 他才落下了这个罪名嘛 我们心里边很清楚啊 是我们对不起薛安呢 我们乡亲们今天来啊 就是想看看你老沈子啊 又梁啊 你也别着急 上次那个学习班的事 最后不是给薛安平反了吧 我们乡亲这次也能 对 对 肯定能 奶奶 其实那车药 是我们顺手从身上踩的 真的 你们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那没了就没了呗 能咋的 是不是啊 就是啊 没了嘛 是 叔 天叔叔说 是守信后来告发的学员 他都没脸来见你们了 让我们来呀就一件事 你们年纪大了 身子骨不那么灵便 凡事别发愁 家里的地 咱枫园村的男人们包了 一粒粮食都不会少你们的 对 家里的活儿 他们几个媳妇轮番来做 好好地照顾你们 对 是 这老话不是说吗 这远亲还不容济臨呢 是吗 这家里的活儿 包给我们了 不容济 临康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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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得我说了 在枫园村后 枫园村的人后 你们对我们秦家的恩情 今生今世 我们都不会放弃的 不会放弃的 哈哈哈 这个金刚新 真是吗 这新不得了 这新不得了 新不得了 新不得了 这新不得了 新不得了 新不得了 我给你办口了啊 手信咋了 手信 这咋还不认账呢 前两天你不是跟我说 让他到那个建筑堵吗 手信还来找个我 不认账了 这我一下子转不过 这玩儿来了 你看看这这这这 我 我得好好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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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 千万别 我看你过 这这这这 这我一线还没挂那儿呢 这这这 这感谢 感谢 感谢 手信没跟你说你真不知道啊 不知道吧 这孩子好几天都没回家了 我咋知道呢 这这这这臭小子 天真 你不会是来看手信 顺道把我看一下吗你 这这这这你高主任 这这这 张手信他算个啥呢 您高主任 在我心里 装着呢 真的 我正好装着呢 谢谢 进 你是要哪位啊 我是来报到的 这个是高满舱主任 给我开的介绍信 哦 你就是张手信啊 是 我是张手信 这还真跟以前长变样了呀 你 你是谁啊 你真不记得我了 咱俩小时候还坐过同桌呢 柳样 你就是满舱叔的侄女 这回对上号了吧 对这儿吧对上了 你又不是我还真没认出来 你这没有小时候长得好看了 你会不会说坏啊你 对对对对对 说错说错了 是你现在比小时候长得好看 不是是小时候和现在都好看 这还差我多 是是是是 好看好看好看 好看了很累 哥 真没想到 你们经历了这么多的时间 前两天 打给我打电话呀 说家里边那边风声还紧 万一你们要是联系我呀 让你们暂时先别回去 你说这 卖点中草药 咋还算犯法吗 现在中央政策上 也在讨论这个问题 正是风口浪尖的时候 以我判断呀 会有好结果的 你们就先在这儿踏实待着 那成 再说了 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自从联产承包土地下户以来 咱们农民啊来劲了 农产品的产量啊 越来越多 这以前农产品买卖的旧政策 肯定就跟不上 农民是种地的 到底能不能卖粮食 卖菜 现在啊都成了新的问题 不过 哥 你放心 咱们国家的政策呀 就是靠老百姓的需求 一步一步推进着前进 听说 听说那个温州抓的那个八大王 都已经开始平反了 哥 你就在这儿 咱俩急急 就是委屈秀娟姐了 上芝云那儿去住几天 秀娟姐 委屈你了 跟我急急行吗 行 我就怕麻烦你们 不麻烦 那成 至于是学啥的 我呀 首要是研究小麦育种的 就是帮农民培育新的小麦种子 小麦种子 那还有你们培育吗 我们各家各户每一年 这种子早就留好了 许燕哥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这个小麦育种啊 是个系统工程 在我们国家 小麦是基础作物 而它的种子 经过国家的检测 需要十多年的培育呢 这么厉害 这种子的事 你好好给我讲讲 成不 没问题呀 正好 许燕哥 我还要向您请教呢 学成说 您可是中庄稼的高手啊 那你是开玩笑了 你们都是做学问的 还用向我请教吗 真不是开玩笑 我们的研究 就是为了得到你们的认可呀 了解你们的公众方式 我们才能培育出更好的种子 学成啊 你们上课 我们能去听吗 我们这儿的课堂啊 都是公开的 你们可以随便去听啊 那太好了 咱们还没有见过 大学课堂是啥样的呢 对着呢 那都有啥课呀 那都有啥课呀 我这边农业经济的课 不 芝云是搞技术的 她那边农业科技的课 那我们去你那儿听 行不 没问题 改天我领你们去感受感受 这太好了 不行 我们要是在你们大学里 这么走来走去的 让人看到了 这万一把我们给抓了 你就成了窝藏犯了 没事儿啊 哥 你听我的 一时半会儿啊 抓不到这儿来 来了 来了 修杰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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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快趁热吃吧 给你们添麻烦了 客气什么呀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之前我们去安徽调研的时候 也真是没少给修杰姐添麻烦 一块吃吧 别别别 真别客气 我们吃过来 你们赶紧吃 趁热吃啊 好 我忘了打水 没关系 我给你们打回热水去 好 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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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给我吃点 好 学成啊 这志云是你的 快吃 好着呢嘛 快吃吧你 一条河 弯弯曲曲 从山脚流过 一条路 一条路 坎坎坎坷坷 在游岸上跋涉 一种情 千山万水各不多 一种爱 万里挑天 一种爱 川瓦 第二练的准虞 岸我疆了 美谈他乡咔魔 月大不退縮 天夜上的情河 始終如虎 一條河 彎彎曲曲 從山角流過 一條路 坎坎坷坷 在圓上跋涉 河 哮ULL 河 向北轎 島 河和所成 人人 小二